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得獎的是 捧竊將許孝順 張可麗 托吉利總會 三位主持人風格各具特色 他們以幽默風趣的對話 和自然親切的主持方式 吸引觀眾 擅長以誇張搞笑的角色 親近相似民眾 不計形象的 與觀眾同樂 靈活應對各種Live場面 為節目帶來輕鬆氛圍 和溫暖感動 謝謝 從未第一年主持 彭這座就說 我要幫你再拿一座主持人獎 那這條路走了十年 謝謝幕後的所有的工作人員 沒有你們真的也沒有我們 我非常謝謝彭哥 順哥 說真的沒有他們兩個 我今天不會站在這裡 再來就是謝謝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家人 謝謝你們無條件的支持我 謝謝所有的相親朋友 沒有你們的支持 剩下二十秒 沒有超級的同位 快 對不起 對不起 人家難得上來 快點 謝謝評審委員 謝謝張總願意讓我們 讓我一直在舞台上面胡鬧 十二年前 我忘記跟我媽說 媽 我得獎了 謝謝你 因為我進演藝圈 全家人都反對 只有我媽在半夜的時候說 教順你很有天分 所以 內心裡面的那種感激 我是希望我化為在演藝圈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都能夠 為大家服務 我看到你們笑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節目 叫 年輕人的出發法沒有入圍 明年請注意 謝謝 我的時間已經超過了 該感謝都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Paul哥